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桃A还有长期的红星Q 张维忠这样解读 连任的机会又大大提升 甚至还预言未来是王与后的战争 两人票数落差会在3%到5%之间 我们帮韩国瑜也抽过 最后一支牌是King的梅花 代表国王与皇后的之争 那么他们之间的开票之后 可能落差在5%以内是一定的 一定要出奇招 或是有奇迹出界 捡到什么大枪或炮之类的 才能够有更超越的空间 张维忠预测郭台铭不选 被说是神预言 而这次英寒大战 同样也是扑克牌算命 准不准就让时间来解答 3E新闻 唐医者赵昂轩 台北报道